你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那个 我媳妇你们大概认识啊 就是那个 北深那个 佳玉 陈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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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吗 北京女生啊 超级厉害的 每一个啊 都像女强人一样 还有那个啊 北京的地铁超级夸张的 一到那个巅峰时候 上下班时间啊 就很像整个台北市的人哦 都挤在一节车厢一样 太夸张了吧 超夸张 有那么多人 对啊 在北京生活 你神经要很大条才可以耶 我就是训练出来的 佳玉 其实我们都没有想过 你会嫁那么远耶 你看 我们全部婚后的生活 都在台北 多好啊 重点是方便 我现在才体会到 什么叫做一碗汤的距离 什么叫一碗汤的距离啊 这碗汤的距离呢 就是 自己的家 跟娘家不能太远 如果妈妈煮好汤之后呢 送来给你喝 还会是温的哦 嗯 是啊 生还小孩之后 才会知道 娘家里自己家境有多重要 对啊 而且佳玉我跟你说 Coco打算生第三个 真的假的 哇 你也太有效率了吧你 我老公能干啊 哦哦哦哦 我这样话讲出来 是你们太慢了啦 我跟你说 我家小孩啊 外婆跟奶奶都抢着带 我跟老公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真的 佳玉 嗯 你知道吗 她老公事业可火红的呢 佳玉你要加油哦 嗯 就是那个北京餐饮界的小网站 哎呦不敢当您呢 呃 就是家里边开了个小馆吧 哈哈哈哈 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啊 上市 对啊 媒体吧 别说我岳母碰到任岳母 嗯 听了你们许多的事情 嗯 嗯 我们也就是在大陆上市着 玩一玩吧 真到这边来 手续不好办 嗯 嗯 我做法务相关的 就是我名片 哦是吗 对 幸 幸福 幸福 这我名片 哎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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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这我名片 谢谢 我的 我的 谢谢 谢谢 哦 您好 这是我片 您是中国人 可好帅啊 谢谢 谢谢 那个 对不起 我出门因为不习惯带名片 我回头给您几位发信息 谢谢 谢谢 没关系 没关系 你有没有想过在台北买个房子 太贵了 不贵啊 我跟你讲 房地产现在是低点 我们家最近买房子 三十平才一千五百万而已 这么便宜啊 还好啦 王兄 你赚到嘞 这么贵啊 三十平 一千五除以三十 别算了吧 可以买个好几栋 起码要住一百平的房子 才像样吧 一百 哪儿够啊 我们家人那么多 你想啊 如果说佳玉跟着我 到台北来过日子 怎么着用人得带个十七八个 司机得带两班过来 还有厨子呢 要这样的话 我们进入出出一百平 那不得挤死啊 人呆人的 所以要这样的话 怎么着不得是一个 独栋大号 而且进门之后 我们还得看他建的不满意 要不满意的话 我们进门就得把全楼都得拆了 到时候我们再从法国请一设计师 按照他的设计 按照我的预想呢 地下五层 地上十层 这出出进进的才有电 别当真 我开玩笑呢 好像 我发现咱们这个 两岸这个 笑点也不太一样啊 没关系 我能问八点 我是吗 我真的 要这样的话 我给你们弄一个 我给你们演段武术吧 这大伙都能看得明白对不对 好 得嘞 这是什么 花瓶子瓶子 瓷瓶啊 景德镇的 知道景德镇在哪吗 嗯 景德镇 嗯 知道啊 在哪里 景德镇啊 废话江西景德镇 走走走走 这个 盖 我现在就用它 给哥几个演一个武术 好吧 好 那老几位您上演 哎 发生什么事啊 干嘛 那边 怎么回事呢 我就是刚才给哥那个演个武术演砸了 那个 不好意思啊 这 这个很 很贵吗 不贵 只是清偿的顾品而已 对不起啊 很抱歉啊 抱歉啊 抱歉 抱歉 好 抱歉啊 诶 佳怡啊 我以为她是有钱人 你才嫁给她的 结果我没想到 她只是普通的上班族 重点是现在还实验 真的为你觉得好不值得 没事啦 你干嘛啊 我又不是这么在乎钱的人 我先走了啊 下回见啊 拜拜 好了啦 你自己保重 嗯 来 董 梦 晓 先生 何 耀 勇 先生 苏 家 于 小姐 这是 中 晓 曾先生 我对不起 我想安家明天就不要 我还能把他丢在你手 你的一个个朋友真是耀眼功夫啊 你的一个个朋友真是耀眼功夫啊 相比之下 我是不是有点儿忒寒感 对不起啊 以后我们不要参加这种聚会好了 其实我那些朋友就是这样子 他们没有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啊 就喜欢去判断别人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你 不知道你有多目的优秀 但无所谓啊 他们不用了解你 我知道我老公我多好就好了 我喜欢你就好了 我那么优秀 你每一个女朋友 嫁的老公都比我强 他们嫁得好是他们的事情啊 我也为他们开心 不过全世界我老公最好了 好了以后这种聚会 我们不要去了 以后我们不参加了 不参加了 以后我们不参加了 别往这儿丢啊 别乱丢垃圾拿回家 垃圾 对于台湾联络报报道 对于台湾联络报报道 任务当局将多有二十万学务人员投入联络 队长远线将近年十二月二十五号 是个位高原市 首都有的统位 统位置持统的限制业务人员 认识 我正看着呢 干嘛给我关了呀 妈 你这刚出院 要多休息 来 小姨 你好啊 你说这 这台湾怎么又大选了 他们怎么老选举啊 他们怎么老选举啊 他们有时候啊 是选立委 有时候是党内选举 有时候是党内选举 这台湾怎么又大选了 好吧好吧 随便吧 也不知道这会儿 你弟弟在干嘛呢 他在丈母娘家 好吃好喝的呗 你怎么知道 曹若峰说的 我有内衣 什么都知道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能回来呀 他才走几天呀 这次怎么也得待 一个多月吧 不 他也不是第一次 去台湾了 您原来怎么没这么惦记啊 总觉得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多谢你 回来了 回来啦 弟弟啊 不客气 坐可爱 谢谢 老公 你去把西装脱掉吧 家里别穿湿妆了 好 今天计划进行得还顺利吧 还可以吧 今天玩得愉快吧 愉快啊 愉快啊 好 真好说台北的天空比北京蓝 是 是啊 真好啊 你要是再在台北啊 多待一些日子 你会发现更多的不一样 来来来来 吃水果 谢谢爸 没事 吃了吗 对啦 你们明天打算去哪里玩啊 哦 他说想去那个木炸动物园看一下 熊猫啊 猫熊 看那个团团跟演员 看猫熊啊 看猫熊啊 都一样 都一样 还说想回彰化外公家去看一看 想说彰化没有去忙 我想带他走走都好 好 还说想去环岛一周 反正台湾到处走一走都没看过 我们俩去绕一绕好了 哦 环岛一周 那大概要一个多月 那 你这次假期休这么长啊 对啊 休一个多月 那 那 那个 带薪假吗 当然 他们公司福利很好 还双薪 是吧 双薪耶 好好好 真好表现好啊 真好啊 你真行啊 那是说这样 你既然休那么长的家 你干吗不把你妈 还有你姐都带上 到我们台湾来玩呢 她 我是知道吗 陈浩 你工作做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辞职 就是因为我我我妈不太高兴 你你妈不高兴 你这工作做得好好的 也不偷也不抢 她为什么不高兴呢 这没有道理嘛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见了厚总 惹了她妈妈觉得没面子 那这么说的话就更没有道理了 难不成说自己的儿子失业待在家里 将会更有面子吗 妈 不要讲了嘛 你现在讲这干嘛呢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那个 我去洗个澡 好 是不是再慢慢讲吧 萝卜卡罗里斯的身体分 谢谢了金银导 真的别过眼 好 谢谢 别动了 别动了 你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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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瑜 你跟真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这次回来 是不是跟她妈妈有关系 有点关系 那真好吃些 是不是她妈强迫她 她就怕她妈妈不开心 那怎么就没有人关心我 我开不开心 我都没有嫌弃她没有工作 配不上你 我费尽心力帮她找工作 不管怎么样 总比她在饭馆送外卖强吧 我对她是有在照之恩 她怎么不关心我开不开心 不行 我一定要把话跟她妈说清楚 妈 吃点 不要这样张张好不好 你这样正好听见她多不好受 她那个工作才刚刚做得有点成绩 就不得不辞职 她真的很难过 我拜托你考虑一下别人的感觉好不好 奇怪了 为什么她妈妈非要逼她辞职呢 有一些历史原因 就是那个真好她妈妈跟那个后总 讲了你们也不懂了 我不管懂不懂了 这件事情我都要管了 当初你们要结婚的时候 她还千里迢迢从北京飞到台北 还口口声声地说 我会好好地照顾家喻 我不会让她受委屈 我不会让她吃苦 现在呢 让你一个人哭着回娘家 这算什么嘛 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跟她说清楚 妈 你不要回男人家啦 我这哪里是为男人家啊 这是女大不中流 我这是为你争取权益 她迟迟也不能全部怪她妈妈 你们两个又不对 我说你们两个干嘛背着我去找那个什么后先生 还要我来背黑锅 害我婆婆以为是我在背后阻止的 我冤枉死了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当初我都跟你讲了 我们家跟他们家 这一南一北就是不一样 相处起来啊 迟早会有问题 你都不听 好啊 那现在呢 现在怎么办 那要怎么办 工作嘛 我们这么年轻有手有脚的 工作最早就好了 工作最早就有 你看我都糊涂了 我们的目标 不就是要把今好留在台北 让她在这边炸根吗 她这次失业刚刚好 我们就可以在台北帮她找工作 把她留在这里 就这么决定了 佳玉 从现在开始 你跟真好的假期就结束了 我们全家要总动员 要帮真好在台北找工作 喂 哪位 是我 佳玉的妈 真好啊 跟佳玉他们出去玩了 亲家母啊 您好 您好 你看 真好爱您那待着 给您添麻烦了 孩子小不懂事 您可多淡淡啊 其实呢 真好很懂事 我们佳玉啊 也懂事 他们两个年轻人啊 都懂事 就是老人家不懂事 什么 什么老人家 哪个老人家 您 您说什么 哎呦 亲家母 咱们是一家人了 有什么话您直说 您别兜这么一大圈子好吗 好 这可是你要我说的哦 哎 我这个人啊 个性比较直 那我就先跟我说一声抱歉了啊 您说 您说 亲家母啊 这我们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地帮真好找到工作 听说你逼他辞职啊 好 你们千辛万苦找的工作是吧 哎呦 您看啊 我们家儿子呢是一个本科生 北京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跟台湾不一样 他还是不错的 所以真好找工作呀 他没有那么困难 您看 隔着台湾海峡 让你们这么操心 哎呦 我心里是真不落人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 你现在是怪我多管闲事啊 我可没这么说 你不要太过分啊 我女人下架大陆就是下架 现在真好连个工作都没有 你要他们怎么养家糊口啊 有理不在身高 您嚷嚷什么呀 北京很大 大陆它就更大 是不是 您说 我们这个世世代代的北京人 他怎么也比一个台湾人在北京 根底深是不是 哪能劳驾您呢 你 你说真话是瞧不起我们 都是您瞧不起别人 别人哪敢瞧不起您哪 你 你 麻烦您转高真好一声 玩差不多呢 就该回家了 对不起 我还得做饭呢 老实了吧 老实话 气死我了 他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 我听你打电话我就生气 一开始我就跟你讲 好好地跟人家说嘛 你看你就是跟人家吵架 你根本就自己群辱 你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走了 妈 别跳了 别跳了 四 你快走啊 六 干嘛呀 这怎么出事了 我这十六步呢 哎呀 给我走啊 走啊 走啊 什么事啊 到那你都知道了 妈 你看 这是干什么啊 小庄晚上弄成瘦身餐厅 看样的还想装挺高档的 小庄真能干 妈 再往左边点 嫂子 您怎么来了 你还得往左边点 要不然不平衡了 那个 真的不起 你还真的还得往左边点 这 这 瞎折腾了 这 这 这个 有这事 一直没好意思跟您说 那个 这个吧 那个 嫂子您来了 那个 是这么回事啊 那后伟毅吧 他又找我们来了 这人吧 挺有诚意的 嫂子 你看 那小庄 他们设计的这个 多有创意啊 所以我们沙锅送吧 就跟他签了 这没什么不能说的呀 咱们小吃协会 好多家不都跟他签了吗 只剩下 老 老 老李 老周 老王 好像 这顺藏业家 我原来说过 说是谁跟侯婉一签约 就开除谁 这话我说回了 您忙吧 我先回去了 好冷啊 好冷哦 你怎么会冷呢 我没有穿外套当然冷啊 不用了啦 知道你体贴 干吗 吓死我了 干吗 你看这家店名 跟咱们家就差一个字 鱼远斋 老公你好笨 不是字哦 那不念于那些新 新远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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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请坐请坐 您来念什么吗 他点 等一下啊 好 还真是什么都有 请 请问了 你们这里是什么菜系呢 我们呢 是地道的北京小吃 北京小吃啊 你说什么 老太子 你怎么没听明白呢 你说刚才我们两口子逛街的时候 看见台湾也有一家新远寨 好像他们说他们也是真儿 你回忆回忆 是不是我们家以前有远王亲 你跑到这边来了 不可能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你别让人给忽悠了 是啊 所以我问你呢嘛 不过 你爸爸原来跟我说过一件成年往事 什么事 什么事 他们家那个味道怎么样 比他们家怎么样 比他们家怎么样 味道 反正差不多 我吃着甚至觉得好像某些地方 比咱们那儿还有点意思 坏了 怎么了 这事我还得再核实一下 好 这家老板的姓是名谁 你弄清楚了 这可是件大事 喂 喂 啊 怎样 妈怎么说 妈挂了 啊 妈挂电话了 哦 她说什么 嗯 嗯 嫂子 喂 大本宴的邪魔什么呢 知道 这件事八串你能知道吗 什么事啊 真好说呀 台湾也有一家心愿寨 不能够吧 台湾也有心愿寨 假冒的吧 老板 您菜做得不错啊 当然啊 这真的是地道的北京味吗 是啊 哦 不错不错 我听说北京是不是有满汉全席啊 是啊 满汉全席一共分六页 冷昏热菜196道 茶食甜点124道 总共320道 而且这其中有一道菜 就是让我们真家老祖得以入供的 京城著名小吃 豌豆黄 哦 看他的豌豆黄怎么做的 可不可以跟我说 你们那个豌豆黄是怎么做的啊 啊 我们精选上等的白豌豆 去皮磨碎洗净之后呢 熬准糖炒 然后等它凝结一切块而成 最好呢 是用上等的逆枣作为摆盘的装饰 那才叫讲究 哦 哦 你说完了 你说完了 您确定没了 没了 孙子 我磕算是逮着你破绽 您别以为 哦 说跑百度百科上去查个一六够 然后背个大差不差 就好意思 跑到一海之隔的台湾 来开一家别人的店 啊 赚着黑心钱 你跟人家打招呼了吗 你跟郑主说一声了吗 你哪怕赔个礼道个歉 这事你做过吗 你到工商局注册过吗您 啊 我问你呢 您谁啊 别别别 我先问问您 您是哪位 我 从北平迁到台湾 京城第一住民小吃 星远斋第一十八代传人 您叫真好啊 我叫真有才 哎呦 吓死我了我以为您也叫真好呢 我 我告诉你啊 你把眼睛瞪大了 你看清楚了 您对面站这人是谁 我 才是星远斋第一十八代传人 我叫真好 我再告诉你 星远斋 打有的那天起 全世界独一家绝没有分店 他就在北京农县的开着了 在台湾没有 所以我告诉你 你的店 是假的 你的十八代传人也是假的 我们家的店才是真的 我的十八代传人的身份才是真的 所以您也是星远斋的 谁跟你也是 那您北京来的 好说嘛 那我们算是 兄弟单位嘛 兄弟单位 谁跟你兄弟单位 你听清楚了 你听不懂中国话吗 你的店是假的 我的店才是真的 知道吗 凭什么说 我是假的你是真的呢 就冲你刚才说的 豌豆黄的做法 我告诉你 你说的那些 是个人 都可以跟家把它做出来 但是星远斋的豌豆黄 跟别人做的不一样 就因为有一样重要的东西 你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 您是说用桂花水 可以提味来煮是吧 他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祖传秘方在我家 那要不要我跟你讲讲看 其他的菜怎么做啊 不用了 再说大家都知道了 那既然您说您是真的 那我问问你们 星远斋之所以叫星远斋 是为什么 因为 它是兴盛长远的斋 不对 让我来给你们展展见识啊 星远斋呢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我们以前啊 星远斋的大院子里面 种了非常多的杏树 星远二字 是信源的谐音 所以叫星远斋 你搞这个事不好啦 你别说话 我跟你说啊 妈妈 睡吧睡吧 过来 包 怎么了还没睡啊你们 怎么了 我们等你们很久了 怎么了 桌上离婚写一书 把字签一签 我明天就送去律师楼公正 你们要离婚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啊 不是我们 是你们 你要离婚 没有啊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正好她妈不尊重我 因为正好她妈不尊重我 不是我我我我我妈是这样的 就是她 您看她老老北京人嘛 她那个人说话呢 可能有点冲 但是不管怎么着呢 也是有里有面的人 她这寧可折了自个儿的面子 都不可能让别人窥着 何况您还是我们家庆庆 真的 您您肯定哪句话误会她呢 您您别着急 真的 您不至于这么点事 干嘛呀这是 你听听 你听听 家喻 你看真好的口气 现在连真好都不尊重我 哪有我妈呀 您是我亲妈呀 真的您是家喻的妈妈 您是我法律上的妈妈 但是我早就把您当我亲妈了 跟我妈是一个地位 您干嘛呀您这是 好了 你不要跟我攀关系 我今天呢 就把话说清楚了 你呀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家喻嘛 那我们家喻跟你 也过不上好日子啊 我决定了 你们离婚 妈 拜托你讲讲理好不好 什么情况你现在 结婚不是儿戏耶 你不可以说随便拿一张 离婚证书 放在这边就要我签字离婚 你跟正好她妈妈处得不好 有矛盾 你不可以强加在我们身上 你知道吗 这莫名其妙耶 这婚我是不会理的 咱们好好谈 没事吧 孩子 家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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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看看嘛 真是女大不中流耶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哎呀 你搞了这个事我就说嘛 家喻都不可能同意的 干嘛呢你 你干嘛不让我跟她谈一谈 她现在这么生气是有什么好谈的 不是 你生不生气 你冤有头战有主 我得寻根溯源 我得知道是为什么吧 有功 你妈妈是不是有跟我妈妈说过 什么很严重的话 嗯 她怎么会这么生气 离婚这么严重的事情 她怎么会拿出来叫你签字 对啊 就 所以我 所以你妈妈说了什么 所以我要跟她谈谈呢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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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这肯定是我妈妈有问题啊 这肯定是什么 干嘛 对不起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啊 你现在什么情况来打 现在什么情况来打电话啊 不是 既然你妈觉得是我妈的问题 我们 你 你刚才也说了好像是我妈的问题 那我为什么不能问问我妈是什么 你妈妈的性格你不是不知道 万一你给她打电话 她又马上打给我妈妈 然后两个一定会吵起来 这样有用吗 我妈是那样的人吗 那你现在是觉得我妈是这样的人吗 我没有 我自始终也没有说过你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也没有说你妈怎么样 我发现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两家的观念 差得挺大的 可能我有一点水土不服 我没有生气啊 我只是一个特别 冷静和理智的一个角度来跟你讲 我能不能申请回趟北京 可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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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可以 我回去看看 我知道 我知道两个人要结婚 本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双方家长的观念都不同 那我们有几次解决的吗 我回去看看 到底是问题处在哪里 不可以 好吧 你没有生气 我不是生气 我要解决问题 过几天就解决了啊 你回去也没有什么用啊 咱们姨姨也没睡啊 还好 策划案我赶出来了 你看看 我可没催你这个策划案 不过反正你晚上也没什么事情干 家点班也好 哎呀 谁说我没事 我待会还要看电影呢 看看有什么场次 干嘛呀 跟谁呀 自己个人哪 一个人不行吗 我一个人活得也很精彩 哎 我就看这部好了 至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 挺适合你的嘛 好了好了 不是跟你闹了 这个是给你的 谁的啊 特尼 艾利斯 我都不认识哎 特尼就是梁颂 他这么快就要结婚了 和那个富婆 不是那个女生 是另外一个二十五岁而游 而且超级漂亮 他们家也特别有钱 他妈还代理好几个意大利的品牌呢 你什么意思啊 是梁颂让你拿来给我的吗 你不知道我们俩已经闹成什么样了吗 哎呀 这前男友的事情嘛 你干嘛那么介意啊 你越是这样就代表说 你越走不出去 你知道吗 这和我走得出去 走不出去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对我的事业也很满意 我对我的一切都很满意 我只是没有去参加前男友婚礼的习惯 我 我去干嘛 看了他们在上面秀恩爱 我 我去成全他们 我有病啊我 你不是这样说吗 我妈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玩具不要的话 就把它送给那些可怜人啊 你只要啊 负责打扮得很漂亮亮亮的 再带一个新玩具去就可以了 除非我有一个长得像黄晓明 付得像李嘉诚一样的男朋友 不然谁会羡慕我啊 你把我们找你开会啊 还挺严肃的 我们去 干嘛 把店门关一下 我要暂停营业 哎 哎 慧容啊 你这是怎么成啊 老是一年的 挨墨大鱼心思的样子 这这这干什么呀这是 太快了 咱们新远斋 要历史有历史 要技术有技术 要老顾客有老顾客 怎么就弄不好了 台湾 有个山寨的星远寨 弄得红红火火的 我就真的不明白了 没有后委义的投资 咱们就真的不行了吗 大家 今天都出出主意吧 平常 一个不一个能说 怎么到正经的 一句话没有了 你 你让他们说什么呀 行远战呀 您是领导 您说什么是什么不是 那不行 我不能搞那个一言堂 是吧 这条街 咱们再不反抗的话 就整条街都是她信后的 是不是 咱们得努力呀 其实目的就一个 咱们就是要赚钱 我不信 她后委义能做到的事 我刘慧荣做不到 你们有信心吗 好 没事吧 祝福姐姐可以到哪儿了 来 好 我们大家呢 现在来开会 趁着您姐夫 还有您姐姐出去玩 我们大家 开个家庭会议 主要就是要讨论 真好的问题 我们得给她想想办法 解决以后她们要怎么办 莫娜孙女婿啊 挺好啊 人好 能说会道 又讨人喜欢 再说了 对我们家玉也挺好啊 这不就行了吗 过日子啊 还是人品啊最重要了 妈 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 可是过日子需要经济基础啊 妈你妈你 时光 沉寂的味道 不是瞬间 能够体会 它的滋味 经历 百年的沧桑 一份沉淀 透着沉香 穿越那喧嚣繁华 和时空距离 才终于让我找到你 让我走进你身边 才发现自己 已深深爱上你 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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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尤其 纯净的爱情 尤其 纯净的爱情 只有时间 能够考验 它的真假 经历 经历 共同的感受 爱才会变得 那么好温暖 走过那流失 走过那流失街巷 和匆匆人群 才终于让我找到你 当我弄进你心里 才发现自己 已疯狂爱上你 噢耶 鲁竹火烧 加一杯珍重奶茶 如果你飞隔一块吃的 真的能有点感觉 有点感觉 绿大棍很热乎乎的炒干 我吃完优雅的一抹醉 我来上一杯咖啡 也不错 带上你大鱼 有据不动力 偷偷偷偷偷 一种特别的感情 会越来越深 能够加点滴